火箭队保罗终于黄蜂队哈沃德又追逐篮板球美联社分享 联盟战机举龙头火箭队在主控保罗上约终归队后拉出一波联胜高潮 他昨天与后场打党哈登联手拿下52分 驻队以108比96击败黄蜂队收下11亿联胜 NBA战报分享 火箭在日前超越塞尔蒂克队登上联盟战机龙头 昨天他们再度展现强大攻击火力 在第一劫后段与黄蜂的拉锯战中 靠着一波25比0的攻势一口气摆脱对手纠缠 在这波进攻中火箭共投进6颗三分球 其中保罗一人就包办了13分 最终保罗也拿下全场最高的31分外带11助攻 看到他那种充满自信的出手和攻击性 感觉真的得很棒 我认为全世界都会很开心看到保罗有这种表现 拿下21分的哈登在谈到后场打党保罗归队后的表现是说 我们也希望他能继续这样打下去 即使他想要连续出手三到六次也是没有关系的 他在过去几个赛季都只负责组织球队 很少看到他这样的出手 保罗在本季从快艇队转战火箭后 一度因为牺牲缺席了14场赛事 不过在他归队后火箭已拉出一波11连胜 且近19场比赛拿下18胜 称为联盟本季状况最火热的球队 我之前呆过17连胜的球队 但感觉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想是因为我们现在正用正确的方式在打球 且不断在进步 保罗在归队后的11场比赛 有6场角处得分注攻双十的数据 让火箭团队火力变得更为强大 当我打了7分钟并回到板凳区时 球场上却还有哈登和葛登在 这很有趣 因为下场时球队可能还落后 但回到场上时已经领先了 感觉真的很棒